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我們都知道昨天是六四第35週年紀念日 而有一位網友傳了鍾明軒的臉書 關於六四的回覆給我 我看完感到非常的荒唐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頭號粉絲就說 隨機路上問路人 你就知道六四天安門事件 你就知道中國有多民主了吧 鍾明軒回他 這種心態我們要不得歷史的傷痛 我們鳴記在心 就好像外國人來台灣一直講未安復 白色恐怖 我們會比較開心嗎 這到底是什麼不倫不類的舉例啊 你明明就知道 這位頭號粉絲要表達的核心價值是 中國不能公開的討論六四 不是怕被公安被警察帶走 而不敢討論 要嘛就是新生代的中國學生 因為歷史記憶的創改 因為政府的壓制 根本就已經不知道這件事情了 結果你在這邊給我講 什麼台灣的白色恐怖呢 不好意思啊 台灣有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景美人權博物館 這是什麼 讀一下書 白色恐怖綠島紀念館是什麼 讀一下書 台灣部分縣市有22霸公園 每年的22霸你是不是還放假 對吧 但中國有六四紀念館嗎 沒有耶 不好意思 有沒有六四紀念館 更沒有耶 6月3號開始 南京長江大橋有這個特警助手 為什麼呢 因為1989年6月7號 南京四百多位學生 佔領了南京的長江大橋 表達對北京學生的支援 6月4號當天啊 天安門城樓還不開放參觀門票 各種遊戲的真人頭像不予顯示 為什麼不予顯示 因為我不知道你會換上什麼 許多的中國社交平台的系統 都打著維修的名義 不讓改名 不讓換頭像 我們看這張圖啊 一堆新一代的中國學生 還以為是高考導致每年六四 前後都不讓換頭貼 連轉當天啊 連轉帳六四的字眼都不能轉 但是63 0.63是可以轉帳的 而在6月3號傍晚 天安門就開始封路 更是在6月4號 早上天安門的街道 有兩位男子被帶 北京地鐵從6月2號到6月5號 1號線路通往天安門的東站 全部關閉 為什麼每年都是在6月2號 6月1號然後到6月5號之間 所有的平台社交媒體 還有各種各種的東西 還有海外直播 通通都是禁止一些所謂的敏感詞 為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香港 香港從90年代開始 每年都有悼念六四的活動 對不對? 還有紀念館喔 但是在2021年9月 紀念館被關閉 前往紐約 為什麼被關閉? 如果在6月4號前後啊 你在香港的街上比六四 拿著鮮花或是蠟燭 馬上被十幾二十個港警給帶走 前天不是一位這個六十幾歲的藝術家被帶走嗎? 他只是在街上比六四被帶走呢? 而這幾天不出十位也被帶走了不是嗎? 香港每年都在公園舉辦 哀悼六四的活動 今年變成 喪事喜辦的嘉年華會 資質不提六四 昨天還有一位女生 手機打開了手電筒在街上 結果被港警警告 你若不關掉 我馬上帶走你 還有一名老翁 舉著六四悼念的牌子被港警帶走 帶大家來看一下影片 你們的公共憑罪 已經構成罪了 就是公共憑罪後的一把檢 我已經警告你立即停止 否則我會將你拘捕 我可以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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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啊?難道你要說這個老人 在傷害中國人的感情啊? 在揭穿歷史傷痛啊? 所以被帶走了啊? 那南京那座清華日軍 遇害同胞紀念館是不是可以拆了? 因為那也是過去的傷痛 不該被提起對不對? 你知道當初中國真的是 各城市遍地開花呢? 大城市啊不是只有北京耶 當年啊許多北京的警察 甚至軍人還有媒體都站出來挺學生 但後面中共調用了其他省份的部隊 還有武警 在全國各地中共都用了這樣的手段 別的省互派互調 因為沒有感情嘛對吧? 也沒有共同的這個歷史記憶對吧? 沒有感情不是同一個城市的 更沒有親人在這裡 欸?我放心增壓啦 因為同一個省份同一個城市 你增壓完你以後要怎麼面對這些同胞 搞不好是你鄰居的小孩 所以很多人轉來支持學生的一方 而大清當時也是這樣搞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 他都會站出來 都會明確地表明自己的態度 對 至少在北京 95%以上的市民都是支持學生的 並不像政府說的是一小撮的人 因為你從天安門廣場和現在每家每戶 或者工廣企業都可以看到 所有的人都在談論這個問題 而且幾乎所有的人都是支持學生 如果你了解 從胡耀邦過世前一年的學運 然後一直到六四後面的 為什麼你可以講出這樣的話呢? 我們還可以看到在中國境內 只剩下外國大使館可以哀悼囉 美國大使館跟德國大使館 都在窗戶旁邊放了蠟燭悼念 而中共不敢進去逮人 因為他們是外國大使阿 英國大使館官方微博 發了一條關於六四的影片 結果被下架了 我們帶大家來看發了什麼 就是這樣很簡單的 原本可以講到後面不能講 不就跟你鍾明軒現在講的一樣嗎? 我們不該提起 我們就銘記在心就好了 提起來就讓人不開心 我跟你說 提到六四會不開心的 只有中共的黨員還有小粉紅 這麼多的中國人 你看當年的影片 這麼多的中國人 他們盼著能得到轉型正義 他們流亡海外 他們被抹黑是暴徒 而你現在中共也不敢明面的站出來 六四的這些暴徒 我們要給予譴責 你現在連講這件事都不敢講 他們盼著有一天能夠在自己的國家 在自己的土地上 尤其是在北京 每年舉辦一個哀悼活動 就如我們的228紀念日一樣 成立一座紀念館 告訴中國人民 那天是咱們中國民主化的第一槍 那是中國離民主最近的日子 這些人 他們不能在中國這麼做 所以流亡到海外 去泰加國舉辦哀悼活動 自己有家不得回 你在這裡舉著不人不累的例子 昨天我去參加六四晚會 你知道多少從第三國來的中國人 還有香港人 因為沒有辦法在中國舉辦這場活動 很多也是到了海外才知道 喔!原來中國以前發生這種事情 怎麼共產黨都不敢跟我講 很多人跟我聊天 聊了聊著聊著 有些人都哽咽 我們在海外 不能在自己的國土上 紀念這種事情是多悲哀啊 鍾明軒這條言論 我拿去問這個反賊反共圈的人 我認識很多嗎 我去海外認識很多對吧 臥底的粉紅群組我也拿去問 你們知道結果是怎麼樣嗎? 在反共圈的中國人 鍾明軒的言論基本被罵爆 只有在小粉紅的群組 你這條言論是被讚揚的 中華好兒女 中共跟粉紅就是不希望人們談起 因為這是中共的傷疤 如果當大家只會銘記在心 而不口耳相傳 那沒有人傳承這段記憶 請問後人又怎麼銘記在心呢? 裴洛西以及一些外國觀光客啊 都來參觀過景美白色恐怖人權博物館 對吧?我們非常歡迎啊 今天有外國人 願意跟我討論台灣的過去歷史傷痛 厄巴也好啊 日軍佔領台灣的事情也好啊 而我們現在也有一些相關的轉型正義在 而正視這個問題並且哀悼 我會感到非常的溫馨 海外民主觀選團那些中國人 來台灣的時候也有安排人權博物館行程 為什麼?因為就是台灣人的歷史傷痛 要給這些外國觀客 我們台灣也是走過這樣的路程 才得以民主化 世界各國啊都是這樣子換來的 為什麼我去德國有很多反納粹 的那些反思的博物館或是紀念碑 為什麼?難道德國人說 不要給我提起喔 這是我們德國人的傷痛 我去匈牙利參觀了恐怖之巫 這個恐怖之巫是在描述匈牙利以前是怎麼被納粹 又被蘇貢給控制 蘇貢怎麼扶持兇貢來鎮壓自己的學生 那些歷史影片圖片都在這座博物館可以看見 難道這是你說的不該提起嗎? 提起匈牙利人就會氣噗噗嗎? 不會!提起他們會覺得 哇!你對匈牙利的過去蠻了解的齁 還不錯!搞清楚啊!這位投奧粉絲 並不是在善校八九六四啊 沒有一個參加六四活動的人會去善校六四 而這位粉絲是在跟你說中共國不民主 所以不能自由的公開 公開什麼叫公開聽不聽懂?討論! 而你明明就知道他的意思 你故意把風向帶到 這是中國人不願意提起的歷史傷痛 完全顛倒黑白 你明明可以回答 啊!確實啦!有些事情有些話在人家的國土上 不能亂講對吧?因為我還想回台灣 你這樣講尊重了歷史之外 你也尊重了那些非常多流亡海外 在海外紀念六四的那些中國人 以及被抓走的那些人 這幾天啊!有一位曾經來過台灣的東北人 叫做楊洛輝 我也跟他見過面 留著長髮 他常居在加拿大 中國他也回不去了 他昨天啊!在美國國務會的中國委員會演講 希望美國給予支持 希望美國要求中共正視這段歷史 確實美國每年也在做這件事情 而他們這些海外中國人是希望 如果有更多中國人來到海外世界的話 可以把這段記憶傳承下去 為什麼?因為在中國不能被提起 不是不願被提起 是不能! 這些人都非常努力的 想要讓中共面對六四 想要中國人有轉型正義 結果你把它比喻成 這是在揭露中國人的傷疤 傷口上撒鹽 荒謬自己 我們社徒團隊也曾經訪問過一個逃去韓國的民運人士 他也是幫六四的人維權嘛 因為其實六四台面下受害的人更多 他幫這些默默無名的人維權 結果流亡韓國為什麼?因為他被通緝 說顛覆國家政權 你說什麼?這個粉絲的心態是在嘲笑中國人 要不得?你要搞清楚啊!如果六四要拿來嘲諷人 只會拿來嘲諷小粉絲,為什麼? 嘲諷的點是什麼呢?是因為小粉絲愛黨愛國 而他卻又不能在中國的境內平台公開的支持解放軍 以及鄧小平當年的行為 所以我們拿來反諷他 對吧!而不是說 喔!中國人在八九六四全部都這樣了 哇!好爽!不是耶!畢竟中共都曾經 頒給了那些解放軍跟武警 首都衛士勳章給他們的 而入境他們也不讓這些人啊 公開拿這個勳章讚揚黨的決定 這是非常奇葩的行為啊! 通常中共在洗地會大力的 讚揚解放軍 或者是這個黨中央的決定對吧? 貶低反對者 反而六四喔!你是連支持跟反對都不能討論的 之前啦!馬英九還跑去南京紀念館 公開表達日軍侵華的哀悼 對吧?那些南京同胞非常可憐 請問馬英九是在接中國人的傷痛嗎? 昨天啊!我很多中國朋友看到鍾明軒的這條留言 都非常的生氣!不是我台灣人生氣啊! 是他們很生氣啊!他們比我生氣很多啊! 不是說你跑去那邊旅遊拍影片吃吃喝喝 就是所謂的兩岸歌舞生平兩岸交流欸! 如果這麼簡單就兩岸和平的話 那我們跟那些流亡海外的反共中國人 回不了中國的那些中國人都是傻子是嗎? 還有昨天你那條影片也是啊!非常荒唐啊! 什麼我在微信裡面講啊!台灣是一個國家 台灣是獨立的圖片是可以被允許的是可以被傳的 然後你把這個拍攝影片跟大家講 欸!不好意思啊!我跟我的中國朋友 我也是弄那個小號啊!我因為我主號我被封了嘛! 我也是跟我的中國朋友可以弄微信討論 為什麼?因為他不知道我是誰! 他不是說每個人都監控了! 如果你今天是陳秋實的身份 來!你讓陳秋實傳一條試試看! 如果你不是特定人士,不是重點人士 比如說袁騰飛他如果今天在中國境內 在群組公開的講這個你看他會不會被抓走 再來觸發你會不會被刪帖封號 會不會被這個帳號鎖寫啊!還有另外一個關鍵點是 你有沒有被舉報?你有沒有被檢舉? 而如果我今天是中共我看到你這樣在幫中共洗地 當一個有被利用價值的笨蛋 我不會去封你的號!我盡量讓你去說 你看中國跟其他國家一樣是民主自由的 最好是你因為你是一個網紅你可以去宣傳 而我真的也不會去打壓你 但是如果不是網紅的人去呢?你們就等著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不要這樣子去害人!你真的不要這樣子去害人! 你沒有被抓不代表其他人沒有被抓過 網路上新聞被抓的那些你都是瞎了嗎? 你瞎了你的狗眼嗎?如果中國可以這麼的自由 隨便喊台灣獨立六四 那為什麼在中國又沒有六四紀念館? 為什麼你過去要拿著台報證? 你就直接拿著護照過去嗎?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共產黨可以原地解散!中國不是我們想像的這麼壞 自己明明心裡就知道 拜託你回去讀中共的起家歷史 從1921年大概前兩年你也可以開始讀 他們到底是怎麼建黨?他們是怎麼透過心理戰 讓人家取得信任?他們怎麼瓦解這麼龐大的國民黨? 去瞭解一下國民黨又是怎麼被安插中共的人在裡面 反滲透、反洗腦、反心理戰 拜託你去讀一下歷史 然後你再結合中共的歷史 再跟我講他們現在在做些什麼事情 如果喊台灣獨立啊喊什麼 中國都是很自由 我跟你講中國今天不會有什麼防火牆 今天雪山獅子旗、香港獨立、光復香港的旗全部都可以出現 不是只有什麼中華民國旗而已 世界上沒有東西是包牌的 連柯文哲都喊話齁 中國平反六四有真相才有原諒 我去年開始就已經講過了 中共它現在最新的統戰手法 你不要跟我否認中共沒有統戰 不然中共的統戰部可以廢掉 中共的統戰手法已經變了 不是說喔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不他們變成是 OK我已經知道台灣人多數已經認同台灣是一個國家 跟中華人民共國不一樣 所以我再繼續洗只會讓台灣人越來越反感 那我怎麼洗呢 喔台灣的民主、歐美的民主、日韓的民主、美國的地鐵 美國的高樓大廈又臭又髒又一堆流浪漢 不見得你們這些所謂的西方的民主會比我們好 那我也先認同你們是一個國家 起碼我面對你們的時候我可以透露這樣的訊息 對吧那OK我中共是你們說的獨裁 但是你們看我們這邊沒有美國的流浪漢滿街都是啊 我們有高樓大廈啊對吧我們支付寶很方便啊 我們的地鐵又很高又很新啊對吧 我們也可以在這邊私底下默默的討論一些事情 然後不能公開講的對吧 而你只要講這些話我們可以給你一些機會 即便中國現在經濟下行內捲非常嚴重 人均不如已開發國家但沒有關係 你只要有利用價值我可以給你一些福利 這個我們未來在談 但起碼我們先保有這一條路 那久而久是喔對我們是不同國家 但中共好像沒有我們說的這麼壞吧對吧 那漸漸的我就會去受它的影響 我就會配合它的一些口氣 被變成一個輸共有利用價值的笨蛋 中國共產黨起家 它憑什麼這麼厲害 它資源這麼少 憑什麼這麼厲害 以小博大 博大超大 為什麼全世界的共產黨 現在只剩中共是最厲害的 千萬不要小看它 千萬不要相信一個常常說謊 然後給你都是糖衣炮彈的這些人 千萬不要相信 你現在相信了 未來你要付出的代價是十倍於它 國民黨當初也是非常多人 被當這個有利用價值的笨蛋 但共產黨會利用這些矛盾去分化 你看我共產黨其實還不錯吧 爛的是你們國民黨對吧 然後你就會覺得 阿對啦 畢竟我沒有真正了解共產黨對吧 我只是看那些表面都還不錯 可以投靠一些阿 或是國民黨也是需要檢討的對吧 那我很多政策就開始說 你不應該對共產黨怎麼樣 你不應該對他們怎麼樣 久而久之 就是人心瓦解一說要繳共 沒有人想要繳共 共產黨還不錯阿 可以繳我什麼共呢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點贊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八小小見的 Bye